欢迎您新八卦CP to our channel 像易烊千玺、王俊凯、王一博、朱一龙 可都是一个进的网电影圈集 因为没有电影资源 被黑粉潮翻了天 虽然演过朱仙这电影有点票房 但是口碑不好 他的演技还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 所以后来就没有接拍电影 再加上那个时候被网报 别说电影就连电视差点演不了 说起肖战的演技 肖战并非科班出身 但演戏这么多年 他兢兢业业 演电影需要资源 需要老戏古代录 王一博公司有资源 请来香港梁朝伟带他 下次肖战公司请刘德华带他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因为肖战曾在接受采访时 就表示过对天王刘德华的静暮之情 肖战说 天王应该是每位ideal的一个标杆了 可见肖战对这位偶像的静暮之情有多重 他们在评论互动过 所以说还是有可能合作的 你觉得有可能吗 肖战工作室营业 作品带播梗被观众玩坏 近日 肖战工作室频繁营业 可以说是相当和观众朋友们的胃口 这次的公布的相片高达16张可谓是相当的暖粉呀 众所周知 前段时间的视频Vlog 让我们感受到工作室的用心 对于别家工作室的Vlog 各方面来说 绝对是处于高水准级别 对于一个艺人来说 工作室频繁更新营业 目的为何呢 当然就是为了和广大的粉丝观众朋友们福利了 如此暖心之举 获赞无数评论区的呼声可以说明一切 工作室的营业 让我们感动 作为一个演员 作品可以说是相当重要 最近 有一个关于作品梗被观众朋友玩坏了 就是 关于玉古瑶开播时间 小编刚刚打开公众平台 突然刷到玉古瑶定档开播的时间 可以说内心的激动是无比激动于喜悦呀 但是 细看时间 4月1号 突然回过神来 原来这定档开播图片 被观众朋友玩坏了 内心可谓是相当起伏不定 不过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这也是观众朋友自我排解的一种方式 毕竟玉古瑶让我们等好久了 最先实影大神观 每一个动态都会引起全网关注 这就是演员肖战的魅力吧 总之 再次感谢工作室的暖心举动 也期待玉古瑶定档官宣 杨子被控工作不专业 靠你演 杨子靠着同事打磨名声的消息 让很多男星都吓了一跳 杨子是目前华语荧幕上 最受追捧的女演员之一 因此 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观众的特别关注 作为大明星之一 杨子没少卷入争议 最近 出现了一个消息来源 据说揭穿了杨子 具体来说 有传言说杨子经常在拍摄婚前吃榴莲 螺丝粉等不专业的行为 以免被男明星合伙抢吻 很多观众对此表示好笑 认为杨子的工作不至于被说成不专业 只是近几年来 和杨子合作的都是李一丰 邓伦 李献等知名演员 肖战 如果说他们想抢吻杨子 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消息人士还透露 杨子的团队之前制造这件事是真的 但针对吴亦凡 他一直想方设法和杨子调情 拍清三行的时候 杨子团队才跑这手牌 暗示吴亦凡而且顺便巩固了 杨子万人迷的形象 警告吴亦凡不要妄想 新阶段成为流量第一的小花 杨子的团队跑公关消息有些过头 今天咽压 媒妁之言都是宠爱女演员的 正因为这种宣传方式 那段时间反杨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男演员也因此不好意思和他互动 意识到自家跑消息太快 怕太多太话 杨子团队最近也限制了这种方法的滥用 目前信息正在被网络社区以惊人的速度传播 许多观众对消息来源的真实性表示信任 因为这样的信息出现了不少 都是针对杨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